这次呢简单说一下这个双手配合 钢琴的双手配合 右手是弹某个东西 左手是弹某个东西 然后他们一起弹的时候的话呢 就会出现碰撞 就是哪个右手的哪个琴键和左手的哪个琴键一起 这个节点比较关键 这个节点比较关键 那我用卡文来示范一下 左手只弹一个琴键的 就一个核心只弹一个 你就记得这个第一个稍合 左手的这个琴一起按 一起按下去 这个这个节点抓好就行 然后右手的稍合 左手的G 就这种节点你要抓好 如果这种节点没有抓好 另外的琴键和左手的另外的琴键 它一起按了 那这个整体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么一个点 就得把这个点给抓好 那当然左手大多数 它不是弹一个琴键 它一个琴键是最入门级的东西 那如果左手弹好几个琴键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那这样的话 这个碰撞 左右手它碰撞的这个节点就更多了 它的难度就不一样了 左手弹一个和左手弹三个 它们的难度不一样的 然后还得看一个节奏 就是你这个左手是用什么样的节奏弹的 我刚才弹的是三个琴键 那我这次把这个节奏 就是它的时常变化一下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因为就左手的时间值变了一点点 它们的整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么几个因素 这种东西的话 你大概会看谱子的话 就会容易一些 然后练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得从简单一点的开始 一点一点加到难度 这样的话就容易学 如果之前完全舌妹没有弹过 然后直接学刚才我示范的这种曲子 那你就弹不了 刚开始要弹简单一点的东西 无论是右手也好 右手的跨度也好 左手的这个模式也好 然后双手配合的这种东西也好 节奏啊什么的 都要简单的东西 那样的话你就学起来比较简单了 这个学钢琴都是一点一点提高的过程了 就是一下子跨越好大东西 那就很容易失败了 然后如果你一直弹 超级简单 超级简单东西 你一直在那个领域里面转的话 也没有提高 所以这个度 就是这个度了 这个度得抓好一些 然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你们就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有一些好一点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再做一个视频 再讲一下那个问题